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大家好 我是陳老師 其實只要講到中國的神話 你一定都會聽過盤古開天壹滴 沒有盤古就什麼都沒有 傳說在天地還未分開的時候 宇宙就好像一坨東西一樣 混沌一片 好像一隻很大的雞蛋 裡面沒有聲沒有光 所以超人迪家都生存不到 但是盤古就在裡面 它就在這個蛋裡面孕育和生長 所以麻煩大家以後都不需要再問 究竟有蛋還是有雞 一定是有蛋 因為盤古也在裡面出生 你不要說雞 人也沒有 盤古就在蛋裡面住了一萬八千年 什麼?在蛋裡面住了一萬八千年? 就算它是Kinda出奇蛋 在裡面住一萬八千年 就算它是人癲 你也會很壓抑 所以終於有一天 盤古終於頂不住了 然後不知為什麼 竟然在底褲上 摁了一把斧頭出來 然後就在裡面 把雞蛋撈開了 所以在雞蛋裡面 所有的東西都撕出來 輕的東西因為它夠清純 所以向上飄 形成了天 而重的東西因為它混濁 同時因為受到萬有引力的影響 而掉下來 所以變成了地 於是四周圍 就變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而我們的古仔 盤古 就生長在天與地之間 但在這個moment的天和地 依然是黏得很近的 隨時都有可能會黏在一起 因為盤古實在太空了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 它就用手托著天 用腳踩著地下 隨著它由一個BB仔變成少年 由少年變成青少年 由青少年開始吃煙 不是,由青少年開始變成青年 再由青年變成中年 土腩開始凸出來 不重要 再由中年變成游利中年 再由游利中年 變成更加游利的中年 天和地就跟著它一日一日成長 每日都會生高一丈 而地也會厚多一丈 那為什麼地會厚多一丈 那盤古要吃東西 吃東西就要排泄 排泄出來的東西 可能就是地厚了一丈的原因 我想一定是這樣 除非不是 古仔就是這麼有恆心地托著天 又托了一萬八千年 天和地終於永久性地分開了 也都再沒有機會可以黏在一起 而盤古也都越生越高 變成了一個不會進擊你的巨人 而在天上面就出現了天會 地下面就出現了地會 盤古就像一個石Q哥哥一樣 永遠將你兩個會分開了 不讓他們合併成為天地會 也不讓這個世間重歸黑暗和混沌 真是很偉大 但不知道還以為他叫陳近藍 就是這樣 古仔就按摩摩地站在那裡 又不知道過了多少歲月 去到後來 天已經非常之高 而地也非常之厚 由這件事我們也看得出 古仔整個消化系統 是保養得不錯的 來到這個時刻 天和地的構造已經相當鞏固 盤古終於完成了他開天闢地的工作 這裏已經再沒有他的事了 You're fired go 其中一萬幾十年 盤古都有點累了 因為長時間的OT 所以他體力不支 終於累低了 這一個就是史上第一個 因為OT而撤死的人 你看看他 他並沒有像西方的天神一樣 在雲端裡面享受他所創造的世界 但一點都不像那幫人這麼自私 而是好像在後世 無數的貧苦大眾一樣 貢獻完自身的勞動力之後 就平凡地死在自己所餓的屎上面 都不知道為甚麼 可能是因為愛國吧 阿古仔死了之後 他呼出來的氣 就變成了大地上面的風雲 他把聲就變成了雷電 左眼變成了太陽 右眼變成了月亮 所以我想盤古應該是大細眼的 而且兩隻眼的差距 還相當之離譜 他流出來的血和眼淚 就化成了大地上面的江河湖海 肌肉就化成了生長五谷的土壤 皮毛就化成了人間的草木 而他的汗就變成了魚 喔 難怪這些魚酸酸的鹹鹹的 原來是這樣的原因 我終於明白了 而他的頭髮和鬍鬚就化成了閃亮的精神 牙齒和骨頭就變成了金屬礦石 而他的身體就變成了山脈 盤古就是這樣 將他的生命和垂死的身體 獻了給我們的這個世界 所以從今之後 如果你老公跟你說 說你吃他的助他的 你就可以一巴掌到他的臉上 然後很大聲地跟他說 我不是吃你的助你的 我是吃盆古和鑄盆古的 臭人 講完 千萬不要忘記 訂閱、讚、讚、分享這段影片 我是陳老師 有空無事,講講歷史 我們下一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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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